法国巴黎经常会和浪漫、奔放、古典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还有专门的法式这个词来形容巴黎以及法国的各种风格 在巴黎做的城市当中行走,一条条笔直的马路 统一的街道中会时不时来一点地标建筑,非常有节奏感 这也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来这里参观 那巴黎如今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来的?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把时间往回播一点,到1925年 著名建筑大师科布希耶提出了一个改造巴黎的瓦站计划 这个规划的大概策略就是把巴黎市中心全部都拆掉 然后建18座高楼来容纳市民 这样每栋楼之间就有很大的绿化 空气流通也好,还有充足的日照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肯定是没有被采用 科布希耶为什么会选择推翻重建 除了他个人激进的规划理念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的巴黎几乎也是推翻重建而来的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播 到18至19世纪 那时候的巴黎真的是拥挤不堪 又脏乱又危险 法国著名的文学家于果 他写的一些作品就是在描述当时的巴黎 因为巴黎主要是从西带岛开始建成的 所以城市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西带岛这一圈的周围 在18到19世纪 有这么几件事情在发生 第一件,作为革命老区 当然是法国大革命 这之后还有很多的起义暴动在巴黎发生 巴黎的街道又小 很多街道只能通过一辆马车 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时 马车把街道一堵 要追个人都追不到 第二个就是工业革命来了 巴黎开始建起了许多工厂 而且大量的人口涌入巴黎 导致空气污染 城市的卫生状况急剧下降 大量的污水排入塞纳河 以至于河流被污染 这些情况的产生 让很多有钱人开始搬离原来的区域 往巴黎的西边迁徙 形成了巴黎的富人区 现在巴黎的富人区就在西边 主要是以6、7、8和第16区为代表 富人都搬出去了 空出了位置 更多的工人就进到了市区 并在城市的另一侧定居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第10、18、19、20区 这几个区相对来说就比较乱一点 长此以往之后 市区的卫生状况就越来越差 在19世纪就爆发了两次大的霍乱 导致巴黎的人口骤减 狭小拥挤的城市 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又导致了市民的不满 起义和暴动就不断增加 这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巴塞罗纳的规划 所面临的问题很像 其实欧洲那个时候的大城市 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之前都没有人治理吗 有 但不多 甚至在更早的16、17世纪 巴黎的暴动不断 当时的路易十四 就决定把王宫从巴黎搬到凡尔赛 就是现在的凡尔赛宫 那时候的凡尔赛 一度成为了法国的适时首都 后来拿破仑称帝 他倒是想建设一下巴黎 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也是小打小闹 比方说修点运河 马路归正归正 广场稍微弄一弄 还没来得及完成他重建巴黎的计划 他就被流放了 后来的路易菲利普仪式 也只是铺点路 修点桥 巴黎大的结构并没有变化 城市情况依旧很糟糕 再后来 法国经历了二月革命 路易拿破仑上台 就是拿破仑的侄子 他又被称为拿破仑三世 他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对于巴黎的大改造 就是由他所发起的 简单说一下这个拿破仑三世的经历 因为他跟拿破仑的关系 在拿破仑被流放之后 他们家也开始了流亡生活 辗转于瑞士 意大利亚 奥地利亚 英国等等国家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 就是开了眼了 看了很多当时欧洲的城市 尤其是当时的欧洲第一城伦敦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决定要让巴黎焕然一新 他所聘请的规划师 就是后来被称为巴黎规划之父的 乔治欧人奥斯曼 简单来了解一下奥斯曼这个人 他是学法律的 并不是城市规划 和建筑方面的科班出身 他的祖上曾经跟随过拿破仑一世 奥斯曼曾经在很多地方担任过要职 也做出了不少的市政成绩 后来拿破仑三世解雇了原来的赛纳省省长 让奥斯曼来担任这个职位 这个赛纳省的省长 大概可以理解成一个大巴黎的市长 而巴黎是在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除了好看之外 拿破仑三世对改造工程还有两点要求 一个是马路要宽 为了改善当时城市的卫生状况 第二个马路要直 方便军队介入 来镇压时不时会发生的起义和暴动 拿破仑三世给了奥斯曼非常大的权力 奥斯曼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 而且效率也很高 那两个人一拍即合 后来这个巴黎改造也被称为奥斯曼工程 整个工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打造巴黎大十字 东西方向将协和广场和巴士地广场连接起来 另外一条就是南北向 从巴黎东站一直延伸到卢森堡公园 我们看一下那个年代的地图 有的有路有的没路 一条直线一拉 只要马路经过的地方全部拆掉 所以相当于是把这两条道路经过的街区拆了重来 原先的居民让他们搬出去 也不会给很多补贴 改造完之后 巴黎市中心的街道又宽又长又直 旁边还有绿化 原先生活在很狭小街道里面的巴黎市民 见到这种场面 这哪受得了 所以工程的第一阶段尽管有一些反对声音 但是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获得了大部分巴黎市民的欢迎 当然钱也花了不少 在这种让城市焕然一新的气氛之下 很快第二阶段的工程开始了 这回就不仅限于巴黎的大十字 而是在全巴黎开展工程 最著名的就是凯旋门那个新型广场 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 其他也包括对西代岛上的重新规划和修建 拆迁 修路 铺下水管道 那时候整个巴黎就是一个大工地 除了在市区内修路修桥之外 奥斯曼还积极扩大巴黎的面积 将周边的郊区都吸纳进来 也把巴黎以前的城墙都拆了 巴黎面积跟人口一下子扩大 奥斯曼当时应该会比较兴奋 因为会有新的工程开展 但是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大 第一阶段几条街的改造 有一部分反对声音 但比较小 而这一次整个巴黎都在搞大建设 反对的声音也就成倍地增加 而且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 奥斯曼还是在专心地做他的规划建设工作 但是另一边的拿破仑三世受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也只能让奥斯曼承担责任 于是在完成了包括 湘西历史大街绿化工程在内的 第三阶段工程之后 拿破仑撤销了奥斯曼的职务 接手的是原先绿化部的部长 让夏尔阿尔方 后来也被称为巴黎绿化之父 那个时候的大环境也变了 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 拿破仑三世也下台了 法兰西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新的政府对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工程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终还是按照奥斯曼的规划 对巴黎完成了改造 非常抽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奥斯曼工程 对巴黎到底留下了什么 首先就是它的城市街道 道路很直 很宽 很长 时不止还有广场奔泉 道路旁边还有绿化 这种规划成了巴黎最经典的特征之一 巴黎市区之后的规划 几乎都是按照这个逻辑 另一个是建筑 这里主要讲数量更多的住宅建筑 也被称为奥斯曼建筑 它们的立面相对比较统一 层数在五层上下 一层基本上是商铺或者办公室 二层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有一个大的阳台 在没有电厅的年代 这个楼层位置是非常好的 再往上的楼层 那就是一般的住户了 最上方有一个坡屋顶的阁楼 一般给仆人居住 或者作为简单的客房使用 立面颜色一般是米黄色 屋顶是深灰色 现在的巴黎 很多建筑也是按照这个立面逻辑去划分的 还有一点就是在城市中看不到的下水道系统 奥斯曼给巴黎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管道系统 包括有生活用水 污水 天然气 照明等等 因为这些管道的铺设 使巴黎原先污水排入塞纳河 生活用水又取之于塞纳河的这个情况 逐渐减少 从而改善了巴黎的传染病状况 而且全市的照明系统 点缀着夜间的巴黎 也让那时候的巴黎被人们称为光之城 对比之前我们讲过的巴塞罗那 巴黎要幸运很多 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 没有太多的乱搭乱建 后续的建设 基本都是按照奥斯曼的规划逻辑进行 现在也一样 城市轴线和建筑都有一定的延续 虽然经历过二战 但是城市保存得很好 柏林的规划有一部分也参考了巴黎 现在再来看巴黎 其实也并不落伍 但是城市的街道还有河流 肯定不能说是干净 据说奥运有部分水上项目 是放在赛纳河的 到时候再看看赛纳河的水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纳河的 赛纳河的 赛纳河的